在你 我滿心傷痕 厭倦了 在愛在你 我的痛 已不是你的責任 我就算真的找得到楚楚 我都不會告訴你知他在哪兒 我好 我敢跟著他 你究竟是真還是假的 自假包換的情彩勇 彩勇比較卑鄙 彪隊應該繼續前進 我馬上趕回去 不如我去 我懷疑這件事有可能是敢之為做的 成長化香港即將外形 又是今天齊陣地和九七變色龍 高度進化的異形破壞分子 速度快過讀射 力度猛過大鱷 它神出鬼沒 嚴重破壞食物鏈和生態環境 今夜光不升旺 明晚十點半 在科學檔案 為大紙巾千千寫著你 天天換水 小時候 爸爸最疼我了 他為了家人努力工作 操勞過渡終於病到 如果爸爸那時候專以保肝 在我今天飛黃騰達的時候 他就會擁有健康的身體 供聚天律 一平良藥 減少一個遺憾 329許榮座保肝院 隨時都可以來的澳門 有這麼優美的景色 無敵馬場景 從奧林匹克運動場 生活悠閒 當然是由澳門新建業集團 屬下建業行物業代理的澳門華寶花園 全部現樓 銀行提供高達九成的按揭 買得安心 住得開心 6月6日起 公開發售 立刻來澳門探仔的華寶花園展昭會參觀 成長話香港 是由AXE家居清潔用品 經濟冷凍有限公司 愚人生香港有限公司 強生嬰兒沐浴爐 及美聯物業 聯合佛約過營 我想改變 但我不知道 會不會應付到 六年 每天都走同一條路 很熟 很熟 要走另一條路 會不見了原來的東西 但讀得這麼辛苦 都是想走一條寬一點的路 新路就在前面 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我依然會一早起床 行新路 認識到新的人 新的東西 幾好 改變 都不是這麼適應 都去看 只要是這條路 一隻是長氣袋 通話時間都可能用不完 數碼通分儲存計劃 幫你儲起剩餘的免費通話時間不節限期 還幾時溶回都得 夠氣的,一口氣說話也得 還有一千六分鐘 我有很多壞習慣 最壞的是,我相信你 分可改變你那壞習慣 情感盡了,我性順患 月光過山,千條我盡不散 歸斯波甲,我吃完多過你吃了沒有? 去年 那壞習慣 月光天約 五晚暫天兩山 大快活的胃口,雖然大早 才沒有那麽多 有創意,我喜歡大快活 大快活的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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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现在不是报导新闻,现在是成长话香港,欢迎收听这一集叫报新闻的 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我的前辈,萧若元先生,叫你前辈就绝对应该的了,但你还是这么亲切,还是这么年轻,不如叫Steven吧,你不介意? Steven,作为我前辈,今天坐在一个九十年代的新闻报警,坐在这个位置,那滋味是怎样呢? 就觉得相当唏嘘,事实上已经有二十多年,首先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发现机会自动走位,不用人推,全部的机是自动走位的,第二就是,我看到一些稿,就是那些萤幕提示打出来,就全部是打字的,那时候就手写,写到鬼五马六又差又改,就非常难看的。 当年灼号萧财子的萧若元,唏嘘的,是时代不同了,比较起旧日,很多已经以科技化了。 那么今时今日的新闻报导员,看怕都轻松很多了。 今天就是星期六,星期六的中午新闻是12点45分的,我标就接近12点40分的了, 新闻报导员还在外面准备着,反正就会冲进来了。 这些稿齿没有?这些稿,一半左右。 葛董,还有多久来啊?还有多久? 不坤心啊?我都没错找啊。 哇,看到了很多人电了,老窝,我们封了个扇子。 三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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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秒。 三十秒。 齐。 各位决定在五大新闻。 新聞 新聞 這一行就是要第一時間提供最新的資訊 怎樣科技化都好 緊迫的工作性質不要說五十年不變 五百年都是改變不了的 不過所謂窮則變 變則通 你怎樣緊迫都要醫討的 講到這件事 燒才子就真是厲害了 最荒謬的一件事就是我太過定了 我讀新聞是非常之鎮定的 於是我覺得去片的時間是浪費時間 一不去片的時候我就倒下頭 我就藏了一本書在那裏 有時在那裏看書有時在那裏吃腸粉 都去完片我就繼續再讀下去 不止這樣 燒才子有些經歷 你真是可以說他藝高人膽大 他就說好笑 非常可笑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我是一個從來不懂得運動的人 現在好很多 看得多 但是當年我是平術奧運的 在1976年滿地可奧運 由開幕式到閉幕式 還有所有的現場報道都是我做的 每天做十幾個小時 就是我完全是 基本上可以說是完全亂說 喂 這樣都行 還講不講公信力的 他覺得很可信的 這些人 就是朱維德 他說真的就是真的 就是自然是可以信賴的感覺 說到那時 原來燒才子都未算是第一代的新聞報道員 那誰才是第一代呢 聽著啦 大家都很熟悉的柳枝詠 就是太太梁淑莊 莊姐就是第一代其中一個 她那時剛剛在藝訓班畢業 其實初初都幾緊張的 那因為你知道讀新聞又不可以錯啦 那又要準確性啦 還有又要兼顧到你出鏡的時候那個疑態啦 那所以做起上來 我自己來講那時都壓力很大 還有很緊張 莊姐說 師傅教諾報新聞 一定要經常看著鏡頭 那當年又沒有現在的Auto Cue 即是螢幕提示器 怎麼才可以做到 不會經常對著觀眾鞠躬呢 那其實我們拿著一張稿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說每一句都是這樣拿著來讀 而是我們讀了頭那幾個字 我們就要納尾後那幾個字 那就是起碼呢 將一整句讀完之後呢 我們是看著鏡頭的 就不可以說呢 整句這樣拿著頭在那裡讀 譬如說頭那幾個字我們讀了 後面納字我們就一定看著鏡頭 跟著又看第二句的頭幾個字呢 後面又是納字 那就是總括來講呢 我們看著鏡頭呢 是要多過我們看稿 又拍戲 又報新聞 有沒有角色衝突呢 我想是有少少的 那 因為你演戲的角色呢 很多時候都是不同的 或者是不一定說你每次都是演好 好端正啊 好正義啊 好好的角色 那很多時候或者你演一些 或者刁蠻的 或者是闊辣的角色 那當你在再報道新聞的時候呢 觀眾很多時候就會 覺得那個信服力不是那麼強 莊姐當年報新聞呢 就只是兼職 正職呢是拍戲 拍完戲趕下一場就是報新聞 到了70年代 新聞報道員呢 就再不由藝員兼職了 其中一個途徑 找新聞報道員呢 就是在記者裏面 找適合的人選來負責 跟著要介紹的就是做了三十幾年電視新聞的林雙命 林山就厲害了 他在當年來講呢 是極少數報英文台新聞的中國人之一 究竟六七十年代做電視新聞的滋味是怎樣呢 困難是一定有的 因為那時候呢 那些人呢 都不是很接受 被人訪問 你打電話去約他 他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他又一定去 尤其政府部門 因為他怕什麼 就算你哄到他 他可能說 麻煩你 你想問什麼 設定所有問題 都告訴他 當然我們做新聞就不想這樣做 是吧 都告訴他 之後說 我們盡量說 我們講這個題目 大致上在這個框框裡面 盡量這樣應付他 當初是很難接受這件事的 因為那時候我想很少人 根本上沒有 說他要接受訪問的 官呢就說怕什麼 不想你訪問他 在那個年代 就連市民 一見到記者 拿起個咪 都馬上掉頭走 香港有些很怪的 譬如說印度人 要過來問你 他很想你訪問他 可能你一set up 他已經站在等你了 然後反過來問你 你今天講什麼問題 我可以幫到你 但是中國人又不是 中國人一見到 你拿著咪 就運路走 現在大家見到的 就是九十年代的攝影師 一身裝備 十足特警的款 以前的呢 就沒有這麼形狀的了 盯著飛鏗機 就通街跑的了 那一部呢 還叫做墨機 墨片的墨 收不到聲的 初初那時候 六十年代 根本上做新聞都很少用聲機 都是墨機來的 我們當初開始的時候 初初就一部有聲機 最後就發達了 有兩部 那時候飛鏗最多就是四百尺 四百尺很容易射完 那你有時就在街上換飛鏗 那時候我們有時在街上 人們都覺得很奇怪 我們都變魔術的 蹲在街上 就找了一個盒的膠袋 在裡面插你的手進去 就在換飛鏗 你蹲在街上 人們一走過 又不知道你做什麼 有時都整群人站在那裡 看你做什麼 人們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講完記 又講下六七十年代的新聞 主要呢 又是講些什麼 那時候突發的新聞多些 就是撞車 死人塌樓 譬如說打劫 我們當大件事一點 到七十年代 香港經濟起手的時候 我們起手著重經濟新聞 那時候真的以前是沒有報告經濟的東西的 現在根本上新聞是其中一部份 那時候沒有這些 是我們那時候七十年代開始 接著八十年代 就起手政治 在中英談判的時候開始 香港人稍微有注重這件事 以前 就算有什麼工會 做一派工會 我那時候都感覺不到有什麼政治性的東西 都是圍著工人的福利 每隔十五分鐘 香港天文台 就會發出六下這些這樣的報持信號 是在超短波九十五趙克發射的 非法入境者的浪潮 在今年是已經嚴重到 使香港的發展向起警號 香港政府結果是要採取強硬措施 展開全面的阻折 其實非法入境者的問題 在早幾年已經存在 不過到了去年就開始惡化 今年的情況更加是變本加厲 由一月的四五千人 是一路增加到九月的一萬三千多人 香港政府經常和這部份的市民發生磨擦 究竟是不是有這樣的需要 這樣做究竟是不是明智之舉 以前你創作過一個新聞性的節目 叫做真人真事 這個真人真事 為什麼會創作這個構思出來 當時如果你說七十年代 香港社會就多些不公平的現象 想透過這個節目來反映出來 例如山泥傾瀉或者工商 等等 令到他感染力加強 於是用藝人重演當時 好像安靜重組 因為港台也有些節目是這樣做的 扮演真人真事 但也有真人的訪問 又有些評論 有些好像看真點這樣 是因為有些事 我都不在於是 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 我會去哪裡 我去哪裡 你去哪裡 我都不在意 你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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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兒未上,試過更不用說 試過輕鬆點的方法啦 用渣打信用卡參加數碼通年式分期攻擊計劃 做個月多一點,出機就更遜用啦 輕鬆點不好嗎? 全球前所未有的新突破 樂星牌至尊蘇之寶實在無可代替 超高速水平式磁力驅動 全身浮動三刀頭系統環牆鬆根無所遁形 搞定,果然厲害 剃得乾淨,剃得爽快 樂星牌至尊蘇之寶 水洗?沒問題 樂星更全面精彩梅一天 我有很多壞習慣 最壞的是愛上了你 分開改變你那壞習慣 誠感信念,我勝進幻 如果火烏斑,請盡我盡賺 Rice Burger?我吃完多了,你吃了沒有? 那你那壞習慣 如果天遠,只問談 大塊和Rice Burger 洗死大了,才會更多 有創意,我喜歡 大塊和Rice Burger 訓練,我有自己獨特的一步 高強度的訓練,需要健力補 因為電解質和蜂蜜 能夠給血水疲勞的身體得到補充 健力補 嗨,我就開心小金雀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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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任何開心滿足的景象 一定有我金像 所以近年來一直都是全港宵亮第一 開心印象,唯有金像 金元米鹽,靚米多元化,全港第一家 靜的體驗,靚的享受 靜的體驗,靚的享受 靜的感覺 買股票看快報啦,買地產看快報啦 下星期一快報只買一元 電視新聞的攝影器材由70年代開始 就不斷地改進了 當年要做一宗現場直播 就不像現在這麼家常便飯 是一件很大陣仗的事 還記不記得74年的保生銀行協辭人士的事件呢 當年為了搞這一宗現場直播 幾乎是要搬整個錄影廠去現場 才可以剃造到 本港第一宗現場直播突發新聞的歷史 其實來之前已經心裡準備做了 但是過往就沒有這類的經驗 所以大家就用一本 就是管著幹勁的心態 就希望做好這件事 所以由這個官儀器來 將廠裡面的攝影機 搬來和部署現場的訊號 播送都花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同一時間保生銀行的結果 大家看著是一直都在進展 沒有突破的發展 觀眾是很關心的 所以當時的決定要盡量隨時 因為有消息報導 變成事情發展下去 因為這件案件一直未停 變成每個半個小時 每個小時我們就有一個新聞報導 給香港的觀眾看到 保生銀行協辭人之事件 擾讓了十幾個小時 作為現場報導的記者 當時的感受又是怎樣呢 當時第一樣要希望證實到的 究竟有多少人質在裡面 有多少人質在裡面 人質的安全的問題 還有呢 希望錯維到警方打算做些什麼功夫 這樣 那事情一直發展下去 原來我們又成功這樣 透過電話 和在劫外現場的劫比通了電話 當時我們的記者就知道 他的口氣表達出大概是一個人打劫 又知道裡面有多少人質被他脅持 有一個情況當時我們記者的角色 好像變成了 因為和劫比通話 就好像在參與事情發展一樣 普世銀行事件之後 電視新聞的拍攝器材 的確是改進了很多 何據說認為 裝備就是主要 只不過新聞的內容就更加重要了 當時那個所謂電視新聞報道的設備 和今天比較就是相差很遠 因為科技的進步 但是做新聞始終是講內容 最重要都是講內容 那些花枝包裝的東西 都其實是次要的 有最大的新聞 重大新聞發生的時間 你能夠第一時間報道 有內容 客觀地報道 我相信這個是永久的準則 即是不關那些設備好不好 設備只可以幫到你 但不是能夠將你的新聞做得更好 設備就真的不同了很多 不過林上明對於現在 怎樣去處理電視新聞 就有這樣的看法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intro 他自己介紹一段 有時你會發現現在的新聞就是說 新聞那個news 3講的一段 字眼上或者什麼內容 跟intro一樣 再壞些 就是訪問那個人 又是講同一樣東西 他不懂得為什麼 什麼叫新聞的intro 什麼記者要介紹什麼 訪問那個soundbite的用途是做什麼的 那就是重覆了的 是很形容式的 大哥啊 我一見那個消防人 是開水 救火 我不用你講 我聽了 你說一些我看不到的東西 那才有用 你那個報道才有作用 很多時候你又聽了 哇 那個人死了 那個事主很悲 很慘 這些字眼用來做什麼 難道他在唱歌嗎 如果他當時這麼慘 那麼前幾天就唱歌 那你值得報道 他以為 一開片 就說到最後就是最好的報道 但不是的 有時候就說 你怎麼去利用 譬如有時候 是沒有聲 或者是natural sound 更加是說 即是將那個新聞 emphasize 那樣東西 就算你讀新聞也是的 你有時候就有一個pause 聽人家 可能就是聽聽開聲 現在為什麼都靜了 可能會立即留意那樣東西 集中精神 一件事是大概30秒左右 即是現代的社會 是自首化 但如果你是不懂 去利用這件事 那可能你的效果出來很頑皮 報新聞的時候 除了食豬腸粉 還有辦法去看書的蕭若元 又怎麼看現在的新聞呢 即技術上進步了很多 在現場直播 由於那些器材 衛星轉播快了很多 但這個內容質素上的要求 就是一般地差強人意 以前的電視新聞 一般來說 報新聞的和做記者的是分開的 現在不同了 很多報道員都是記者 參加了實際的採訪工作 這樣好不好呢 我相信是有正面的幫助 因為觀眾會了解到你 你曾經在採訪的位置 曾經採訪的新聞 理解到採訪的過程所需要的難度 理解到被訪者的關係 就是他們生活的細節 就是說你在採訪現場的時候 你曾經出現過 你曾經是拿過料 採訪過的話 觀眾見到你在這個主播室 在一個廠房的時候 他們是有一種更加親切的感覺 更加明白到 這個主播或者這位報道員 曾經在現場幫過採訪新聞 我想說那個說 那個說服的能力是高些 這位主播所說的東西 我覺得可信性是教其他人 可能會是高些都未定 Kelvin還說 報新聞令他知名度高了 對採訪工作是一定有幫助的 我相信他們會給幾分薄面 但是高官會不會接受一個同事的訪問呢 很講一個同事的可信性 他以前的文章是怎樣 他以前所報導的情況是怎樣 採訪的能力是多高的這樣 當然在一些正常的採訪的場合 你如果是被人較為熟悉的話 人家會很自然 會講出你的名字出來 或者很自然會希望你問問題 這個是一定的幫助 Kelvin出鏡報新聞之前 他會有些甚麼準備呢 現在譬如我每次出鏡前 我可能會花十分鐘 最多十分鐘的時間看 應有的手稿 和應有的電腦的提示機 已經是一個很足夠 平時有可能十分鐘都不夠 就是我準備功夫 隨著你做得多 你了解得多 你知道新聞的來龍去脈是怎樣 你都知道你應付得來的 對我這個影響不大 嘩 這麼短時間的準備 真是足以證明 時代的節奏很快 其實都不算快 是一個比較合理的速度 亦都配合香港的資訊的需要 很多市民對資訊很希望很盡快去知道消息 很希望快、多和準 我相信新聞節目也都要配合那個發展 電視新聞來講 香港來講是一個很講究快和準的情況下 那個速度是比較快些的 但並不代表主播的速度都要快 就是這樣說 其實以前可能的報道方式 可能是以報章的資料 畫面也都不多 所以那個局限在一個情況之下 所以是維持在一個比較慢的速度 現在呢 基本上電視新聞來講 應該就要畫面主導的 應該要畫面主導 就是說你畫面拍到什麼呢 然後配合你自己的稿件 所以以前就是沒有這樣的足夠畫面 所以可能要讀慢一點 讀慢一點也好 這個呢 又會不會是關乎風格的問題呢 香港的新聞報道院 在風格上 又是不是各自各精彩呢 蕭若元就認為 不單要有風格 還要建立主播制度 所謂Anchorman System 非常重視那個Anchorman 現在那個新聞報道 那個Anchorman的角色不夠重 要怎樣才可以做到 你所謂Anchorman的那個 一個這樣的光彩 這個非常不難講 由Buffer Waters 每個人下來 他本身要有一些明星的魅力 最好就是 這個人在新聞界有地位 他還可以直接跟總統那些講話 一定要有一個比較主力的人 現在我覺得 在新聞報道這裏太過分散 變成平等主義 於是就沒有了一個主力的吸引力在哪裏 其實呢 主播新聞的意思就是明星制度 或者換句話說 就是主播新聞明星制度 就是說 將觀眾和那個主播和那個節目 拉近一些距離 以主播做這個橋樑 那麼 觀眾看這個節目 或者看其他同事 在採訪新聞的時候 都留意到 就是說 會和這個節目拉上關係 拉近大家的距離 變成在電視台來講 都可以藉此 希望可以提高收視 是吧 增加那個節目的可觀性 除了基本的訊息 準確來源之外 也都加強了這個節目的可觀性 我覺得是可行的 只不過說香港暫時未發展這個地步 香港一直相信就是資訊主導 而都不相信任何的主播 或者任何的明星 可以令到一個新聞報更加是強壯 好啦 講了這麼久 報新聞 報新聞 又要怎樣報 才要報得好呢 就是我覺得 其實就是 你怎樣能夠將那個新聞 能夠講出來 令到觀眾有很深刻的印象 令他記得 就是輕重能夠記得 能夠了解 然後呢 能夠留下深刻的印象 誰能夠做到這個目的呢 那個就是講得好 好啦各位 這一集報新聞時間又夠 我又報完新聞了 多謝各位收看 明晚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